那些年妈妈不让买的零食 到底是为什么 篮球堂 一天天的就知道完 妈 你误会了 我只是在跟山东奶龙学投篮 不瞒你说 奶龙就是我重金买来的私人教练 他说了只要我能成功投中三个球 我就能把藏在篮球场下的糖果带走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妈 我厉害吧 水枪堂 我妈根本不知道假期我有多忙 除了学投篮 还得学手枪打十环 厉害 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水枪 里面装的都是酸酸甜甜的果酱 只需要瞄准自己的嘴巴 轻轻一击 果酱就被我吃掉了 就这样多加练习 奥运夺金相当容易 你是不是当我傻啊 电子琴堂 妈 你别不开心 让我弹奏一曲电子琴给你听 哦 花了十二块学的电子琴速成班 老师说学起来so easy 哪里亮灯按哪里 弹累了就从钢琴里掏点糖果补充体力 就这么坚持努力 钢琴大师都得让我比下去 孩子醒醒吧 大冰机 妈其实我不只学了电子琴 我还偷偷学了做鲍冰 我的天哪 其实做鲍冰相当容易 让我做一碗给您消消火气 加入草莓粉充分的搅和 倒入模具后放冰箱冷冻 像这样冻的硬邦邦就可以开始做鲍冰了 这做出来的能好吃吗 妈你就放心吧 谁能拒绝一碗冰凉可口的鲍冰呢 来我先替你尝一下 哎呀 真的太好吃了